南投集集的山蕉在日本发光发热 去年有胶农自创品牌 透过产销一条龙 提供了高品质又香甜的山蕉 出口到日本 三条山蕉要价台币近百元 在日本也获得不错的回响 满满的台湾山蕉装成香 包装上还写着日文 这是南投集集有胶农自创千山之秋的品牌 透过产销一条龙 提供高品质的山蕉销往日本 意外获得不错的回响 台湾山蕉好吃的部分 就是它味道很浓郁 然后其实我是自己喜欢 那个绵密的口感 积极的山蕉种在日夜温差大的山坡地 口感Q甜又好吃 一磅约450克 三到五条的山蕉要价日币398元 换算台币将近百元 即使因为生产成本高 加上关税 在日本售价高 还是不少民众买单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特性 有这样的一个特色风味 那也深受日本天皇的喜爱 那也把这个香蕉的这样的一个风味 也都深深的印制在日本百姓的人民的心中 目前积极供应日本市场的山蕉 果园面积约48公顷 去年5月开始销日 每月都有五六百箱 约七顿的销量 预计今年年中开始 要拼到月销2000箱 25顿的量 希望可以借由山蕉 进一步打响台湾品牌 让更多人知道 记得曾入成南投报导